我初修佛 从 方东美先生那边 对佛法有一些少许的了解了 我见到张家大使 向他老人家请教 佛门里头有没有好的方法 快速的方法 帮助我们 其辱的境界 老师告诉佛 什么方法 看得破 放得下 看得破 是了解四世真相 放得下呢 就明信皆信了 之所以不能明信见信 是你放不下了 你这些拉撒东西 把雾门堵塞了 不是你不开雾 你自己把雾门堵塞 这个事情还是自己要把雾门打开 别人帮不上我 佛也帮不上我 可是阿弥陀佛 你生到极乐世界 他才帮得上我 你不生到极乐世界 在现前 他帮不上我 极乐世界 他造的 是他的地盘 一些都听他的 这个世界是 众生的夜暴 每个众生 天天打往下 扎心鲜花 照着 不是善就是我 善 干善善头 我呢 就干善我头 所以 这个地方的众生 他在制造 六道轮回 天天在造六道轮回 怎么能离得开 你就晓得 经上的重要了 利欲 利欲就是 我不造业了 善业我业 都不造 为什么 造我业 善我道 造善业呢 善善道 出不了六道轮回 所以出六道轮回 要造净业 净业就是 不是善业 也不是我业 念阿弥陀佛 净业 那 心上 只是放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要放 这就是利欲 利欲的真正意思 是心地清净 没有丝毫 欲望的任务 要离这个 啊 为什么 外面的像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佛法 中师智 不中心事 心事就是外表 佛法不中心事 外表的心事 是表演 舞台表演 给那些 给那些 还没有进入佛门的人 给他们看 引导他们入佛门 用一则自体 真正修行 神是心里头 眼尽色 耳闻神 六根皆出 六尘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诸 欲离干净 这叫真修 这叫真修 所以心里头 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这是修净土 除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 什么残念都没有 这一点重要啊 修净土的同学 不能不知道啊 下面 这就是真念 八神道之一 理邪分别 而念法治是心 叫真念 啊 这是对于 学佛人说的 那 那我们今天 净土宗这个法门 它的实性是什么 自信 自信 自信里面 变现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不能不清楚 心里有阿弥陀佛 心里有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会 在极乐世界 征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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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心里面 放在心上 散不倒 阿弥陀佛 那个做坏事情 不懂这个道理 他放在心上 他常常恐怖 怕 人家把他揭露了 晚上做噩梦 阿弥陀佛 所以他要懂得佛法 做坏事也不放在心上 没事 是真的 啊 就怕你心上有 影像 那个就麻烦 要断窝修善 都不做像 啊 断窝不做断窝的像 修善不做修善的像 行 像就只有阿弥陀佛 这个像 好啊 没有不成佛的 你 你 啊 你 你 陀佛 我也 你 陀佛 我